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要在习安吹脚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 这个百姓要在习安 在圣山来吹脚 吹脚就是聚集百姓 通常两个目的 第一个要打仗 第二个要快乐的过节 那现在呢 为什么要吹脚聚集呢 看起来是有大征战要出现 所以百姓都要发抖了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约瑞书里面不断的讲 耶和华的日子 我们上次也谈到 耶和华的日子 有多层次的属灵含义 很像我们看了一个远山 一山接着一山过去 他可以讲现在的意思 也可以讲这个未来的意思 更可以讲末日的意思 那耶和华日子主要就是在讲 讲神他的主权完全的彰显 所以耶和华日子来到时候 就是神要完全拯救 义人和悔改的罪人 也是神要完全审判恶人 跟不愿意悔改的恶人 那我们就来看现在是什么状况 二第二节那日是什么样日子呢 耶和华日子 是黑暗幽明 密云乌黑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呢 在这个旧约里面 通常指两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日月无光 死人吓都吓死了 那第二个这也谈到 就是说那位公义的上帝 要与百姓立约的时候 要使百姓敬畏他 那我们想到西乃山下 百姓与神立约 整个西乃山就充满了 这样子黑暗幽明 密云乌黑 所以呢这个 这样的形容就是说 一神的审判 第二个神要百姓专注 然后认罪悔改 与他立约 他要与我们同在 他叫我们敬畏 他是公义的神 绝对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才敢来面对他 那但是现在讲的是审判 所以呢 那个日子 好像晨光铺满山林 这个黎明来到的时候 太阳升起来 早晨的光 这个铺满了整个山林 但现在不是光铺满山林 现在是黑暗笼罩所有的山林 以至于日月无光 这是可怕的审判的日子 这是大而可畏的 耶和华的日子来到 有一对蝗虫 原名是国民 所以有一对国民 又大又强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直到万代 也必没有这样的 我们看到第一章 约尔叫百姓分团体出来 认罪悔改 然后完了之后 又叫全体国民 一起出来认罪悔改 向神哀求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 那可能我们想说 那这样子集体认罪悔改 应该就没事了 想不到第二章 约尔告诉我们说 不是没事 是很有事 因为你们现在只是面对的是 第一种属灵含义的 耶和华的日子 在未来还有一个 更意义更深远 而且是更可怕的 耶和华的日子 也会来到 如果你们没有悔改 你们就会经历到 比现在的 黄灾水灾旱灾 加起来更可怕的 一个上帝要拆派一个 末日的军队 要来全然的毁灭审判你们 哇这个是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才说 是这样的一个国民的军队 是要来伤害你们 是以后直到万代 也没有的事情 那他们呢 前面如火烧灭 后面如火烧尽 他们 他们来攻击营的时候 他们的前面 好像火烧过一些东西 他们走过之后 后面也都是火烧过一些东西 未来到之前 地上如伊甸园 代表这个 生活非常好 那但他们这个大军过去之后 毁灭大军过去之后 伊甸园会成为荒凉的旷野 所以你们在第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说 面临的大自然的那一种 蝗虫啊 旱灾啊火灾 跟这个末日性的毁灭大军 来到比起来 是小屋见大屋 然后呢 他说 没有一样能够 躲避他们的 所以这是一个全面性的 全地的 耶和华的审判 他们的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在山顶 蹦跳的声音 如车辆的响声 又如火焰 烧碎凯的响声 好像强盛的民 摆震预备打仗 这样的一个描述 在启示录第九章 讲到末日灾难的时候 也用 预热书这边所描述的 在启示录有进一步的描述 那他用这个蝗虫 成千成万的蝗虫聚集 那蝗虫的头 有点长得像马 他们也很会奔跑 很会跳 然后他们翅膀 发出了个响声 很像车辆的响声 很像火烧 那个碎叶的那些响声 那是用这样来描述 末日的毁灭军队的可怕 他们一来 众鸣伤痛 不仅以色列人 全地的百姓不悔改 这是末日毁灭大军来 重鸣伤痛 脸都变色 这个毁灭大军呢 他们如勇士奔跑 向战士爬城 各都步行 而且不乱队伍 没有人打得过他们 彼此并不拥挤 向前各行其路 直闯兵器 不偏左右 他们蹦上城 转上墙 爬上房屋 进入窗户 如同盗贼 那蝗虫来的时候 他有缝就钻 到处钻 你防不胜防 这末日的毁灭 审判大军来的时候 就如同蝗虫大军压境一样 无人可逃 无人可挡 无人可躲 都会遭阳 第十节 他们一来天地震动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如同蝗虫遮蔽天空一样 那时候不悔改的人 恶人 罪人 那时候面对上帝 这末日性军队的审判的时候 吓得要死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讲到末日光景的时候 也描述了类似的这样的描述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要硬着心 所以第一章约了说 赶快出来悔改 再不悔改 下一波 末日性的毁灭大军来了 比蝗虫 比旱灾 比火灾 可怕千百倍 无人能挡 那时候后悔 都来不及了 悔改也来不及了 十一节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生 这样的一个末日的毁灭大军 是谁带队的 耶和华带队 是他要来毁灭全地的 他的队伍盛大 成就他命的 就是成就耶和华所命定的 成就耶和华所命令的 是强盛者 这个军队的力量是 无坚不摧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哇 第一章原本以为 大家出来认罪悔改 就没事 第二章约了说 还有第二成意义的 末日大军来到时候 那才是可怕了 所以那当百姓 听到这样的信息说 天啊 那我们现在还要悔改吗 如果这个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会发生 我们现在悔改 为了黄灾 水灾 旱灾 悔改 有什么意义吗 大有意义啊 所以呢 十二节的时候 约尔就说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的原文是 甚至现在 就是说 现在还要祷告吗 现在更要祷告啊 甚至现在 更需要祷告 不然这个更可怕的 末日大军来的时候 那才完蛋了 所以呢 虽然如此 甚至现在 你们应当进食 哭泣悲哀 你们不仅只是 你们不仅要进食 什么事都不要做 就好好来面对神 专心悔改 然后呢 打从心里面 向神 哀求哭泣 然后呢 表达你们在 犯罪里面 得罪的神 的那种伤痛 悲哀 不仅如此 你们要打从内心的 一心归向我 全心全意的 归向耶和华 重新恢复 跟神的关系 不仅是你们个人 全体国民 都要如此 一心归向耶和华 你们呢 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不要只是在我面前 做外表动作 哭泣 悲哀 禁食 撕裂衣服 以色列人 他们表达悲哀 就是撕裂衣服 不要只有外在的 认罪悔改 是要撕裂你们的心肠 代表你们是 打从内心 真的被圣灵光照 责备而愿意来 痛心的来 向神悔改 撕裂心肠 这句话很棒 我们再读一次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尔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是神 要归向你们的神 再强调一次 归向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于尔提醒说 不要因为现在的 耶和华的日子 使你们遭遇到 黄灾水灾旱灾 你们痛苦 更不要因为知道 末后还有更可怕的 末日性的灾难 跟毁灭 你们就干脆不祷告 不悔改了 错 你们反而更应该 悔改祷告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我们自古就知道了 因为在出外极记的三十四章的五到七节 那时候上帝就跟摩西讲 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 他是一位怎么样面对悖逆 而愿意悔改的以色列百姓的上帝 那边就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自我介绍跟摩西说 我是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罚怒 而且怎么样 有丰盛的慈爱 我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只要你们愿意撕裂心肠 真心回转归向我 我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十四节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或者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 神会怎么处置我们 那是神的主权 神没有欠我们 是我们欠神的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 好好的打从内心 真实的悔改 或者神愿意 撤去这个管教 撤去这个灾难 撤去这个伤害 然后呢 留下剩余的福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重新把握 所以呢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信给 耶和华 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 也未可知 也未可知就是谁知道呢 约了再次强调 我们不能规定 或是命令神 一定要原谅我们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不断的向神 表达我们真实的悔改 所以呢 这个或者神就会原谅我们 也未可知 那是神的主权 我们该做的就是说 神愿意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把握 那如果神愿意联名我们 把灾难撤走 我们就可以重新有生产 我们就可以得着 余留下来的福分 把这个农作物 重新带给神 做数祭跟奠祭 归给神 十五节你们要在喜安捶脚 再一次提醒我们 像二章一节一样 捶脚聚集 要分定进食的日子 然后呢宣告严肃会 有关于严肃会 我们第一章已经提过了 十六节你们要聚集众民 使会众自节 把自己悔改 自我洁净 你如果不自我洁净 不自我悔改 忧伤痛悔 你贸然就来到耶和华面前 你是更惨 你又被急杀了 所以呢你们要 招聚老者 聚集孩童跟吃奶的 从老到少 全国都犯罪了 都出来悔改 然后呢 使新郎离开洞房 新妇离开内室 就算你是刚结婚的 没有什么事情 比你跟神悔改 恢复跟神的关系 还重要 就算你正在洞房里面 你也出来悔改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要在狼子和祭坛中间 哭泣说 在圣殿的走狼 这个狼道 跟祭坛中间 要真心真意的 向神悲哀哭泣说 耶和华 求你顾喜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列邦管辖他们 为何容许列国的人说 他们的神 在哪里呢 所以呢 因此呢 就是说 祭司应该向神呼求 不仅是说 让这些天灾的管教 离开我们 更要让那些神 借由外邦人 来攻打我们的 这一种管教 神的惩罚 离开我们 更何况 约尔在第二章讲到 再不悔改 以后有一个末日性的 超级可怕的 耶和华的毁灭军队会来临 那个才是 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祭司要带领百姓 真心悔改 好让神把 天灾人祸 的这一些 审判警告跟灾难 从我们中间收回去 原谅我们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真的是更要敬畏神 耶和华的日子 要彰显他的主权 他既是 怜悯拯救的神 他也是 公义审判的神 我们如果不悔改 那 后头的苦头 才更大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有好几层的意思 一层 比一层 更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 好好 真心 面对神 真心悔改 至于神 他要不要收回 他的管教 或者至于神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帮助我们 重新开始 那是神的主权 他有他最好的规划 跟他 最好的 预备跟安排 那不是你我可以命令神的 你跟我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撕裂心肠 而不只是撕裂 外表的衣服 来到神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让我们真心真意的 撕裂心肠 来到你面前 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对你的冷漠 承认我们许多事情上的疏忽 被你 求主 怜悯我们 求主让我们真心对你 真心归向你 好让一和华的日子 对我们而言 是怜悯跟拯救 而不是审判跟刑罚 谢谢主 赐给我们一颗 忧伤痛悔的心 因为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